渊息是万物之中呢 它就像一个深渊 看不见底的深渊 就像我们西游记里面 有一个洞 叫什么 叫做无底洞 就是没有底的 它形容它的深渊悠长 这就是道的本源的作用 它是万物的祖宗 万物的老祖宗 老子 老子道道经济 就是我们所有学习者 修道者的老祖宗 我们已经走到老祖宗这里来了 外面的任何的诱惑 对我们彻底失去作用 因为已经到了老祖宗这里来了 还用到其他地方去吗 我们要生起无比的信心 我们在道的正确的状态下形成 信心非常重要 我们在效法老子 我们心里面 做作一个善知识 做作师父 灵魂里面呢 做的是老子 这是极为重要的状态 而我们的心灵呢 像深渊一样 效法道的作用 所以说任何的东西来了之后 我们像一个黑洞 可以把它吸进来 但是它想把我吸走行不行 不行的 黑洞 所有的这个宇宙中间 任何的星星到了黑洞 吸进去就没有了 那么我们就效法这个黑洞的力量 任何的人 任何的事 任何的物 它想诱惑我 结果到我这里了 我是个黑洞啊 哗啦啦啦啦吸进去了 啥也没有了 这就是玄之于玄的奥妙 在这个地方就是像深渊 像无地洞 了 这就是玄之后 类似的 偿心地 是玄之法 也就是玄之法